當然最關鍵我們希望能夠看到食魚 但是現場已經沒有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即刻的 包括砧板還有生石刀具 以及現場工作人員首部的生物機震進行採樣 那同時在現場我們也發現了四項缺失 也即刻命期限期改善 今天我們記者會先跟大家報告一下最新的進度 台北市我們目前掌握的案例數到目前為止 跟昨天一樣並沒有新增案例 所以累計通報數21件 兩例死亡 那四位在加護病房 三位在一般病房 十二位已經返家休養 他們目前的生理監測指標 包括這些阿摩尼亞 或者是這些膽紅素的資料 都顯示他們還是在非常嚴重的肝衰竭的路上 然後他們的腎衰竭的情況也都沒有改善 目前四位患者都沒有尿液 或者是極少的尿液 表示他的腎功能幾乎完全消失 可能要透過我們的視靈地檢 視靈地檢跟同意之後 我們來跟法醫研究所取得相關的資料 我們正以最迅速的速度來執行這件事情 主要的目的參考這些資料之後 臨床端的照護團隊可以更精準地評估 到底未來該怎麼樣來 是不是要進行肝臟移植等等 這些判斷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正朝向這個方向來努力 另外關於保險理賠的部分 上午11點保護局也約談了新安東京保險公司 那目前的結論就是保險公司它會負起責任 也就是保齡有責他們就會負起責任 根據消保法第七條第一項以及第三項的規定 那另一方面對於保齡我們昨天對外說明 我們發現另外幾個分店沒有保險 也就是沒有繳保費保單註銷這件事情 我們依法開罰 所以上午衛生局召開會議之後 現在確定金額我們對保齡會再重罰共100萬元 那分別是50萬元、25萬元、25萬元 這個部分我們確定開罰的金額 200S3保齡茶室有包含在台灣大時代所投保的 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品中毒保險條款支承保範圍內 也就是說本案大概保險的額度又會再增加 那我知道有記者媒體提問說會不會有額度不夠的問題 我們看過相關的金額 當然因為保險公司基於7月的保密條款 他不會公布 但是相信應該是足夠承受本次受難者的賠償的損害的額度 是沒有問題的 那受司店我們3月18號接獲醫院的通報之後到現場去機查 當然最關鍵我們希望能夠看到食於但是現場已經沒有 但是我們也是一樣即刻的 包括砧板還有生食刀具 以及現場工作人員首部的生物機震進行採樣 那同時在現場我們也發現了4項缺失也即刻命期限期改善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狀況簡單做一個說明